今集娛樂三兄弟的嘉賓 他手神曲簡直是紅片大江南北 普及程度, 連青藏高原小朋友都會唱 還曾經有博士寫論文 否則他這個心態怨的現象 如果讓我寫論文 我會研究一下他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女神好友 畢竟吃不得暴徒不一定是酸的 做細水長流的老友也不錯 今天這位嘉賓除了一位好爸爸 還是娛樂公司的好老闆 最近還要做導演 請他上來當然要聊聊天之外 最重要是拗佬 如果拗佬了, 可能可以拍他的戲 還可以跟女神做對手戲 有請我們今集娛樂三兄弟的嘉賓 欣賢臣 小丑臣 大家好 三兄弟好 導演, 你好 你好… 有導演, 你好 導演… 你好… 怎樣… 然後我的期間也很空閒 你們的戲有否有角色適合我們 有三個船夫叫我們做嗎? 我正在想一套戲在香港拍的 是甚麼戲? 是甚麼? 導演, 你先叫我們坐下嗎? 是… 導演不敢做, 我們不敢做 導演不敢動 我不知道 我知道, 我以為三兄弟都是站著說話 不是… 站著坐著就行 導演說有甚麼新的戲 為我們三兄弟做的? 其實我想拍一套是香港發生的 和音樂有關的戲 對, 我很喜歡音樂 不算是高舞伎, 有些像現在的天后 但他還沒紅之前 在香港錄音的時候, 他的生活 到他紅了之後分離的時候 兩種不同的環境 很多人追著他, 包著他 像小狗、記者 令他好迷失 然後他想偷偷走路 在香港找回他以前的生活 當初那些男主角 可以找我們試試看 我也可以 有甚麼角色適合嗎? 不會只做粉絲和助手 我只是找一些跳戲女主角的 跳戲女主角的女主角 跳戲女主角 你就是跳戲, 我就跳戲 你真是知道我們心意 等等, 新的劇本是否又找舒淇? 因為你剛才那部戲 做導演又找舒淇 其實不是這部戲的劇本 是按照蔡依林想的 蔡依林? 因為他是一個跳舞好力的天后 天后, 八變的 但你為什麼想到的東西 都是跟走路有關的? 你剛才說你又走路的? 我覺得大家對現實的環境 有點壓力 然後你想改變 但又不敢大膽地跨出去 但我鼓勵大家 如果有夢想, 你可以準備好 然後放心大膽地進行 小齊的夢想是否是導演? 所以你存了20年的經歷 所以現在就去做導演 其實我很喜歡電影 我第一次在香港拍戲的時候 我很開心 第一部是甚麼電影的時候? 成龍大哥的《玻璃瓶》 《玻璃瓶》 和舒淇 舒淇也一樣 對 對, 還有衛仔歌 當時大家的床兒是天馬行兇 有一些公戶片 有殭屍、鬼、虎仔 甚麼都有 甚麼都有 像我自己拍… 為何我拍這部電影 我也是有感想 為何沒有人拍這部電影 這個劇本 是愛情編 叫做《落泡白愛情》 其實是一首歌 我記得幾年前我和嘉玲 去了甘肅的山區 去探訪小朋友 去的時候我就… 怎樣?我怎麼說 也是一個紅歌星 對… 我唱歌給小朋友 天王… 學校探訪的時候 小朋友說幾百個小朋友 小齊叔叔, 唱歌給大家聽 唱甚麼對面女兒是汗過來 心太軟了 龍輝也挺紅的 他們說小朋友也… 他們沒聽過 沒反應… 我唱這首歌的歌 其實他們還沒生 還沒出題 然後老師又… 還沒生… 老師說很尷尬 我自己彈得很尷尬 沒有反應… 但是老師說 我知道這套由台灣 飛過來甘育院的地方 我們唱一首台灣的文謠給你聽 是甚麼歌 我唱一首歌的台灣文謠 他唱了一個外婆的澎湖灣 這首歌是差不多三十多年前 台灣的校園文歌 我覺得這首歌很像電影 飄漾過海 我就想, 不如寫一個基本 寫一個女兒在山內長大 從小到大聽媽媽給她聽這首歌 長大後就帶著媽媽給她的歌曲 飛去澎湖灣 看看她心中的澎湖灣是甚麼樣子 為甚麼一直寫著找舒奇做女主角 可能我在寫劇本的時候 因為我不知道女生會… 你一直想著她, 是嗎 也是的 為甚麼你經常想著她 雖然你說很兄弟 她還在我旁邊 真的嗎 我有時候跟她吃東西聊天時 我問她… 你在香港住在你旁邊 是的 我問她說, 如果女生心情 去這個地方玩的時候 她遇到一個… 好像珍愛的時候 但她那時候的環境和條件又… 還沒那麼適合 對 她會慢慢地放開她的心房 還有, 戲裡面… 因為這首歌裡面有一個歌詞 寫到一個老船長 她剛好去法國回來的時候 我跟我說, 見到一個餐廳 有一個老人家坐在一張桌子 兩份的晚餐, 燭光 然後老人家一個人吃 好像看著對面有人一樣 然後起床, 一個人跳舞 我以為… 這是鬼故事 其實很悲傷 其實… 舒奇問過餐廳的適應 這個老人家以前跟他太太 每一年結婚的紀念日 每一年都坐在這桌子上 兩人吃晚餐 吃晚餐 吃晚餐 然後一起跳舞 但是她的老婆離開之後 她每一年的這個日子 一樣照做 兩份晚餐, 一個人跳舞 其實很浪漫 很浪漫 我就寫進去 這個劇本裡面有一個老船長 就是我爸爸的角色 我請了迪龍哥做我的爸爸 很多事情都是她跟我說的 她分享給我的 所以我當然不如 請問有沒有空幫我拍 然後她問我, 你什麼時候拍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怎麼籌備一個電影 但是她的時間已經… 兩年後才有檔期 那怎麼辦 我自己也一年後了 還說這麼紅的舒奇 除了要準備資金, 看景 我還要組織組織組織 澎湖有一個季節性的 是四到九、十月 是最好的 因為之前也打風或者六月 但是夏天七、九、八、九月 是旅遊的黃昏季 黑季 所以我只是兩個月去拍 四、五、六這幾個月 後來公司跟我說 舒奇有一套公司是 有一個月的時間這條廟 我當然要 但是我乘分兩個月的時間準備 不管了 有時候大膽地跨著這部 自導自演做導演 是不是很困難、很大挑戰? 很辛苦 最難是什麼? 好像我最怕的是 那時候天氣不太好 好像有一段時間下雨 下雨? 怎麼算? 所以組織準備好了 導演, 怎麼算? 下班 下班還是轉鏡? 照拍 電影不能隨便 每一個鏡頭都要靚 但是我一次 下了幾次 兩次 不行了 十天都是這樣 對, 因為… 他真的很長時間下雨 東地人這個時候 好像在錄這麼多雨 我為什麼也遇到呢? 幸好我劇本自己寫的 我就跟我的組織說 不好意思 那時候我一天有兩種風格 定速A、定速B 下雨的話, 我會拍什麼 沒下雨的話, 我會搶外景 對 所以我的組織都對我… 很支持 因為他知道我拍這部電影 是為了… 為了夢想、為了熱血 但是過程中有沒有想撈跑 想逃跑, 辛苦你了嗎? 我有遇到幾次 其實澎湖不是台灣的島 它是一個像香港來說 南亞島, 長洲 接著我遇到最痛苦的是 不是陸雨, 風浪大 我們所有的船艇、 火箭 所有重型的武器 不能搬到它 要帶船, 像郵輪那樣才搬到 很容易開船, 船長心中併伐 海上邊飆流 開開的心臟命化 對, 不會舒服 然後軍方派人去接手 駕駛, 駕駛之後 沒有人有牌子 因為臨時緊急的時候 軍方可以接手 但是沒有人駕駛 碼頭邊看著海 我懂得駕駛就好了 等一下, 你心裡有沒有想說髒話? 沒有說髒話 我身邊所有工作人員 都唱我的歌給我聽 雙三堤 他們是裸景還是震景? 那句詞就是 我等得穿海不來 我等得人海不明白 我等不到船 怎麼辦? 我幸好所有工作人員想辦法 東地人借一些工程的車 給我頂住 升上去 然後搞得我自己也很想哭 真的很幫忙 但是你第一次當導演 有舒淇, 你剛才說有迪龍大哥 你怎樣去教他們演戲 或者指點他們? 但是他們聽不聽你說的? 像我寫老船長的角色的時候 我把舒淇說的故事 到那裡的時候 我跟迪龍哥說 迪龍哥, 麻煩你跳舞 因為一個人跳舞 迪龍哥就說 我拿槍又怎樣? 你叫我打功夫是沒問題的 你叫他跳舞? 你叫他跳舞? 那怎麼辦?我開始緊張了 我跟迪龍嫂, 艾米姐… 艾米姐, 你跟他跳兩拍吧 試試看 我找了一位老師 他是國際標準模式的 頭髮又弄得美麗 然後看著迪龍哥 一出來就已經很行 咬著玫瑰花出來的 然後看到迪龍哥 來, 手給我, 一起跳舞 迪龍哥就受了 我只是拖我老婆的手 迪龍哥, 果然沒有僅材人 每個演員都有他的特色 你已經貼切了 對 我最好選擇是配合 所以我很幸運 我有舒淇, 我有迪龍哥 然後我找了一個村的村長 我找了我的好朋友, 九雄 九雄… 對 很鬆一點 他永遠是迪龍哥 然後… 盛事不足, 敗事有餘 這個說得很好 這是你最厲害的廣東話 盛事不足, 敗事有餘 會不會說到現在 大家都不明白我說甚麼 不明白… 你放心, 看看… 有字幕的… 我們現在不見他翻譯 在電影以外 我想問你多點關於舒淇 你跟他有鄰居來 大家很親密 其實舒淇不拍戲 在鏡頭以外 因為他作為鄰居 他是一個怎樣的人 私底下很小女孩 他很喜歡Hello Kitty 是嗎? 所以如果… 他有時候有很多大帽子 遮蓋著, 可能會認得到 但你會看到… 有些Hello Mimi 身材很漂亮 但還有Hello Kitty 就是舒淇 他竟然是喜歡Mimi 我真的猜不到 對… 他很呼吸 有沒有朋友去家裡探望他 譬如有馮德倫 有時候去探望他 或者有其他男星去家探望他 為何我有這麼多好朋友 我永遠守口如瓶 好… 有可能有 有可能大家自己想想 千萬別問我, 我很痛苦 穿永符, 沒所謂 然後Samy一看著 很閃, 很搶眼 永符, 說到現在 之後拍子又被響先生說 他的態度不好 你幫他有什麼平凡嗎? 我覺得時事比較直性情 還有, 其實很多誤會 我都可以幫拍子說 因為… 你不說不要緊 我們測試一下你 到底對你和合作過的女演員 有什麼認識和記憶 因為很多女演員 女神會和你合作過 不知道為什麼我敢幸運 對, 所以… 有時候說我的樣子不是很漂亮 但我身邊都是很漂亮的女主角 我們翻出來 會形容你和女神發生過的事件 你猜猜這件事件的女主角是誰 好嗎? 我們打開看一個小臣…小齊與小臣 小臣…小臣仙 小齊與他的女神們 小齊, 你穿過三角褲在山灘跑 看到他就說很聰明 你知道誰是嗎? 這肯定是Samy 真的嗎? 答案是不是Samy? 沒有… 這件事千萬… 以後你們要留意一下 為什麼? 留意你再生角褲 不是… 為什麼呢? 因為我是北京造業員 飛過去馬來西亞的小島 跟Samy一起拍蟹人摩摩茶 東地買永褲的時候 你知道他們民族的食材很熱情 所以很色彩 紅色 閃得不得了 那種螢光黃、綠牙層、粉紅 那有什麼問題? 好像一支螢光盤 我覺得簡單, 我只是買一些… 我隨便買幾條 穿永褲, 沒所謂的 然後Samy一看著 這個永褲很閃 很搶眼, 很搶眼 說到現在 其實我的焦點很搶眼 是褲還是你的腰 可能我是屁股, 因為我背著它 你的屁股很圓, 它的形象很漂亮 但有些男生拍穿永褲戲 會特意操練, 或者加一些東西 加得更厲害 你看出來的, 我又不是佛生鏡 我只是在這裡游泳 泡沫摩柴在小島上 就是日對夜對的 有沒有一刻心裡真正 對Samy對上的心裡有一點感受 大家都知道Samy是天后 舞台上很有霸感 有那種天后的光芒 但我看到他在沙灘玩的時候 好像小貓… 像小貓一樣 天后也有小女兒的一面 有卡的一面 你聽不懂嗎? 他也是Hello Kitty 對, 同意重心 我們看看第二個 看看你猜猜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你跟他的關係是什麼 你說過跟他拍床戲的時候 拍到有反應 我說過嗎?你說過, 你也不知道 是不是有說太多 你不知道什麼 是, 每個人都有反應 每個人都有反應 我比較親密的動作是 從昆華的戲中 我是醫生嘛 我跟他親熱的時候 我們要幫他檢查胸部 對… 天生一對 看看是否這個 你就覺得是楊昆華的 厲害 有情有意就行 小貓, 你要跟女生按下去的時候 會不會…整場戲會很尷尬 所以我們要拯救專家 檢查的動作是怎樣比較正確的 然後我又被千萬鳳心 我不可以亂抽水 吞豬愁 幸好平時也挺正派的 我們超級正派 但你那次跟昆華拍戲 拍到有好的反應 還是不好的反應呢? 哪一種叫好, 哪一種叫不好 男人有不好的反應 我真的沒聽過 沒有反應, 無禮貌 有反應, 不好意思 沒有反應, 真是沒有理貌 那對昆華, 你說沒有反應 那就真是… 很無辱昆華 原來有反應是有禮貌 那你以後跟女生… 心裡面… 都要很有禮貌 但要跟自己說, 做事做事的時候 很多人看著, 自己也會不好意思 真的… 你真的猜… 拍完之後, 小邱, 你吃飯了 不要緊, 我不站得身 腳臂… 先站一腳 對, 不可以 有沒有試過… 拍完之後, 你說完就像我AV的男優 不是… 好, 接著吧… 接著下來, 好 還有四位 還有… 還有這麼多個 對… 這麼多女生 這個女生曾經說 拍攝戲的時候可以將你的身體取暖 最冷的是我和帕姿 星緣是嗎? 不是星緣 揚魂呂像 零下三十多度 厲害 是不是拍姿呢? 絕對是 但星緣是一張照片? 我們的暖湖, 我做手幫我倒熱水給我 一倒, 到這裡的時候… 變冰了… 我真的不好, 但是… 我冷得我自己都… 那次算不算是最辛苦的一次呢? 現在拍攝來的 最辛苦, 真是 但這部電影 我知道小齊和塔斯拍得很辛苦 但有個獎項就叫做… 金層拍獎 小齊入圍了 即是說你們演出好像不太好 那你自己怎麼看呢? 我當然覺得 金層拍一套… 讓你這樣說, 很不值得 但我覺得大環境可能太辛苦了 不是誰想金層拍一套 拿這些獎的戲, 是不是? 但小齊和阿柏姿 在星緣合作得很好 其實之後阿柏姿又被鄉親 說他的態度不好 那你幫他有什麼平反嗎? 其實也不可以說我平反 但因為我不清楚這件事 我覺得時事是比較直勝情的 說話的時候就很直撞出來 可能有時候大家會有點尷尬 或者是… 所以他就比較… 踢虧 踢虧的地方 還有我覺得他經歷過這麼多風風雨雨 這不是一般人可以承受的 其實柏楊門女章正正就是 他婚姻的時候最低潮的時候 還有其實很多誤會 我都可以幫柏姿說 因為很多人說他不配合期 其實是大環境 因為有時候有時候飛過去 等到幾天都拍不到他 我甚至真的有一次 她媽媽的身體不舒服 是演員 她想回去拍 但是按照片說 不行了,要拍到你了 我時時就說好,拍攝圍著 她媽媽又打電話說 不要緊,女兒,我可以的,你放心 但是等到幾天又沒有拍到他 她哭不到 電影就是這樣 有時候不是你演員的問題 不成功變成問題 不是劇本,不是導演 大環境有時候 令到你失控 或者做不到 沒辦法 因為太冷 每個演員真的冷得受不了 所以我覺得有時候 很多觀眾看新聞 就看一面的報導 但如果聽小齊這樣說 原來拍支當時拍《楊門女章》 是要另一面 希望我們知道這件事 有不同的方位的看法 你剛才說的,我們都不知道 不,這個我看過 你幫他澄清了這幾年了 真的可以說 這是我看過的 我沒有看過,我沒有辦法 接下來也希望你再說多一點 就是你作過一首歌送給他 但是他說不想跟你吵架 這樣好像我想要追求女兒一樣 不,私下有沒有追求過他 有些反應應該是 但應該不會 有些好反應 你還可以拍過 劇集的、古裝的 美麗 美麗 對 但是我… 他不相信我做事嗎? 我不知道這件事 好…來…你看看,是不是 不是 這個樣子真的不太記得 但是你是不是真的作了一首歌 《美麗壞女人》是否作給他 我當時寫這首歌的時候 因為跟他一起拍戲 美麗這個人很有正義感 是… 然後他有很多工作人員的驚訝 為什麼呢? 因為寧寧要求 我們不可以亂吊垃圾 我們喝水,水盡就寫命 寫命 我們不准遲到,遲到的發展 真的好很多 大家都有一個自律心 有了多久 但是他是不是因為 他說不想跟你吵架 所以就沒有了這個石石器呢? 不是吧?這樣就很虛 對不起… 口都不盡 我們隔了10年,說回真相 不知道,因為我們上網找他的報道 對不起,他身體也沒有 是嗎?是舊一點,漂亮的那些 漂亮的那些是舊一點的 你說什麼?不讓我罪 我沒有理由,每個女演員都會喜歡 立即打電話給阿檸,先問他 好,為了他,你要男扮女裝 這是奧夢 知道了… 為什麼呢?被人笑到現在 那她是誰? 那她是誰呢?女生 Michelle… 楊梓琪… 那時候拍得很辛苦,是不是? 跟她打女兒一起拍 哇,Michelle姐真的要站起來 你知不知道多辛苦? 我們有一些外國的大席演員 跟她對打 我也頂不住,她的拳很重 但Michelle姐全部硬地接受 全部都自己來 或者休息一下吧 因為她的鈣質很厲害 我們每次喝奶粉 你吃奶粉 她有沒有弄兩罐給你喝 Michelle扮得非英女俠 然後…雖然她又是打炮不平 打炮不平 打炮不平 好像… 打炮不平 打炮不平 這是三級片 不是…打炮不平 打炮不平 是普打不平 普打不平 廣東話和國語不同 國語就是打炮不平 打爆不平 打爆不平 Michelle… 廣東話很危險 但你提到這個普打不平 打炮不平 我突然想起 倫家女孩 你還敢這麼說嗎? 全天我很害怕 倫家女孩… 當時形容誰是倫家女孩 芊華… 當時你當時說出一個笑話 是… 你這個人很尷尬 不要緊,你在哪裡跌倒 哪有氣翻身 試一次 楊千華是倫家女孩 倫家女孩 太好了 整句標準 楊千華是… 最近我罵了一個笑話 我跟我說 香港人很奇怪 踢球怎麼不是草地 而是吃屎地 吃屎地? 吃屎地 我問誰是吃屎地? 很可憐 我踢球踢到要吃屎地 我經常吃屎地 吃屎地 好,下一句… 你把自己倫家第一次給他 他猜到有點線索 好…好勝 好… 看答案是嗎? 你竟然回想起 你倫家第一次嗎? 你第一次做男主角 電視劇 是嗎? 第一次的初吻 但我們有片的 不好意思 情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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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很想念他 因為有一陣子在香港 拍了很多好好的東西 對,明天有情 但是他是比較… 鄧伏人生,對嗎? 他拍電影時經常看書 他享受他的生活 所以有一陣子他比較小拍 我也很想念他 很久沒看見他 但這次是拍古裝的 你喜歡自己的古裝的扮相 我們雖然收視很好 但被人罵得飛 當然罵了,罵人 他好像這麼矛盾 破壞了大家對 《沿著小說》中的人的人像 當時的債片和導演 服裝 希望… 因為之前有很多版本 他們想有些改變 然後我那陣子接到這部電影 因為我那陣子只想唱主題曲 製片就說 不如你… 做男主角 這麼好? 做男主角 然後那陣子的衣服 頭髮都不是我的尺寸 所以有時候有笨像 還有我很認真 我第一次拍電影 讓過很慘 經常被人打仗 還有沒有一隻手 所以我有時候也化一些中毒的妝 米歇歐純白那些 很殘忍的樣子 然後大家都說我最醜的樣子 現在拍了多少版本都不用怕 這個位置我拿了 最辛苦最醜的樣子 最難的樣子 你拿了 是 Hill Hill H-I-L Hill 小陳也有Hill過的 當然了 為何這麼交叉 我真的有夠膽 有交叉 這些問題 不知道打到誰 死定了 又是